以西节书第二十四章 第九年十月十日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记下今天的日子 因为巴比伦王就是在这一天围困耶路撒冷 你要向这叛逆的民族设比喻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把锅放在火上 放好了就把水倒在锅里 把肉块 就是所有肥美的肉块腿肉和煎肉都放进锅里 用上好的骨头把锅装满 要选用羊群中最好的 把柴堆放在锅底下 使锅沸腾 把骨头煮在锅中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流人血的成就是长锈的锅有祸了 它的锈未曾除掉 要把锅里的东西一块一块取出来 不必为他们抽签 因为他所流的血还在城中 他把血泼在光滑的磐石上 不是倒在地上 被尘土掩盖 我为了发烈怒 好施行报应 就把他的血倒在光滑的磐石上 以致不得掩盖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流人血的成有祸了 我也必把柴堆加大 你要多加柴汁 点上火 混合香料 把肉煮烂 使骨头烧焦 然后把空锅放在烫火上 使锅烧热 使铜烧红 使其中的污秽融化 使他的锈得以除尽 这锅真叫人疲累 他厚厚的锈总没法除掉 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 你的污秽就是淫荡 我想要洁净你 你却不愿意洁净 所以你的污秽再不能得到洁净 只等到我向你发的烈怒止息 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时候到了 我必成就 我必不退缩 必不顾习 也不改变心意 我必照着你的所作所为审判你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我要打击你 把你眼中所喜爱的夺去 你却不可悲哀 不可哭泣 也不可流泪 只可静默地叹息 不可为死人哀悼 你的头上仍要缠着头巾 脚上仍要穿着鞋子 你不可蒙着脸 也不可吃味丧家预备的食物 于是 我在早上对众人说了这事 晚上 我的妻子就死了 次日早晨 我就照着所吩咐我的行了 众人问我 你不告诉我们 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我回答他们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家 祝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我必使我的圣索被亵渎 这圣索就是你们所夸耀的势力 言所喜爱的 心中所爱惜的 你们一下的儿女都必倒在刀下 那时 你们要照着我所行的去行 你们不可蒙着脸 也不可吃味丧家预备的食物 你们的头上 仍要缠着头巾 脚上 仍要穿着鞋子 你们不可悲哀 不可哭泣 但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 相对叹息 衰弱而死 以西节必成为你们的一个兆头 反他所行的 将来 你们也要照样行 这事来到 你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人子啊 我从他们中间夺去他们的堡垒 他们所喜欢的荣耀 他们言所喜爱的 心所崇尚的 和他们的儿女的时候 岂没有逃脱的人来到你那里 使你听见这事吗 那时 你要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 不再做哑巴 你必成为他们的一个兆头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